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 创立了中华民国 就是追求民主民权民生 为了老百姓的生活 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 我们赐利于帮助人民改善生活 国父勉强 我们这么认真努力 是希望台湾的政治风气 能够有所扭转 政治人物不能再鬼混下去 晚间韩国瑜在记者会中提到 他是国父孙中山的信徒 出来拼经济 就是为了追求民族民权民生 为了老百姓的生活 高雄市长韩国瑜招商行 尽管这一趟收获满满 却不断遭到绿营抹红 是用卖台来换取利益 引来围剿 批判我的人都说 我们牺牲的主权 牺牲的台湾政治利益 来交换一点订单 我觉得这种言论 非常的可悲 非常非常的可悲 不仅小英总统跨海要求韩国瑜 向对方说中华民国台湾 甚至有脸书的粉丝专页 直接diss韩国瑜 粉丝专页文写着 压500份鸡牌 赌韩国瑜根本连中华民国 四个字都不敢讲出口 甚至还有网友加码一万分当赌注 却立刻被韩市长打脸 韩国瑜表示 自己是国父孙中山的信徒 为了人民的富强做努力 而中华民国四个关键字一出 也让许多网友直呼 真的可以让民进党收贪了 记者综合报导